2023年4月 一名叫卡拉库洛夫的俄罗斯男子 在美国开了一场发布会 他自称自己担任过俄罗斯联邦警卫局的通信工程师 军衔为上位 并且深得普京信任 他曾经和普京一同出访高达180次 负责布置交通工具上的通信设备 以及保证普京通信时的绝对加密和安全 在今年出行哈萨克斯坦时 卡拉库洛夫叛逃 并且接受了西方媒体的采访 还爆料了普京的大量秘密 那么 卡拉库洛夫究竟泄露了普京的哪些秘密呢 卡拉库洛夫声称 自己已经陪伴普京出行了180多次 但也记不清叛逃的这次是183次还是184次 当时 普京在阿斯塔纳参加会议 卡拉库洛夫找准了机会 将妻子和女儿全都带到了阿斯塔纳 随后便假装生病离开了岗位 带着妻子和女儿就逃到了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是北约国家 自然不会为难卡拉库洛夫 于是他顺利地从伊斯坦布尔乘机前往美国 等卡拉库洛夫再次露面 已经就在新闻发布会现场了 据传言 卡拉库洛夫爆料了很多普京的秘密 但其实这只不过是哗众取宠 根本算不得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但加上西方媒体的大肆渲染 好像普京的礼库都被砍穿了一样 首先卡拉库洛夫表示 普京的身体一向非常硬朗 并不像西方国家传言的那样老是生病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 普京的生活其实一直非常规律 饮食也十分注重健康 平时普京在工作之余 唯一的爱好就是运动 所以普京身体好一点都不奇怪 这也算不得什么猛料 而第二个爆料是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 有非常多一模一样的办公室 不仅如此 在莫斯科和其他俄罗斯的重要城市 全部都有类似的办公室 这样修建办公室有两种原因 一是保护普京的安全 做到以假乱真 不让不怀好意之人 知道总统的真正位置 第二则是 普京可以通过这些相同的办公室 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这其实也不算是什么猛料 毕竟角途三窟 更别提示异国总统 美国总统拜登出行时 也经常固步移兵 弄出好几架和总统一样的飞机 掩人而目 而第三条信息虽然还有点意思 但其实也没什么价值 第三条爆料是 普京很少上网 甚至有些讨厌上网 他每天得知的消息 都是俄罗斯国安筛选号 觉得有价值的信息 在送到普京面前 当然 普京不爱上网 也无可厚非 互联网上存在大量真假不明的垃圾信息 对于时间宝贵的普京来说 手下自然会为他筛选有用的信息 上网的确意义不大 不过 所谓的三条猛料 其实一条比一条无聊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 更是没做出任何回应 这也让人怀疑卡拉库洛夫 这个人身份的真实性 2023年4月 普京贴身保镖 叛逃西方国家 开新闻发布会 泄露了普京的三个秘密 对此 俄罗斯方面并没有做出任何官方回应 那么 俄罗斯是怎么对待叛徒的呢 为何他们会对卡拉库洛夫叛逃 没有一点反应呢 俄罗斯对待叛徒 一向是非常严厉 甚至可以用变态来形容的 只要你还活在这个地球上 绝对逃脱不了普大帝的报复 毕竟普京 就是克格勃特工出身的 因此对于国家叛徒非常痛恨 绝对算得上有仇必报 向俄罗斯曾经出卖情报换钱的 克格勃特工谢尔盖 就被普京清算 判刑判了13年 但西方要这个谢尔盖还有用 于是点名用抓获的 俄罗斯特工进行交换 可谢尔盖在这之后 没过上什么好日子 2012年时 他的儿子就在圣彼得堡 莫名其妙车祸身亡 2018年 他和女儿在英国一家商场中 莫名其妙中了毒气 瘫痪在床上许多天 尽管英国媒体宣布 二人已经康复回家 但这二人再也没在媒体上露过面 普京得知此事后 还在电视上惋惜地说 希望谢尔盖能早日康复 而这种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反正对于叛徒 普大帝从来都是天涯海角式的追杀 相信许多人都对车臣战争期间 普京的一段采访有印象 对于车臣恐怖分子 普京是这样说的 如果在飞机上遇到他们 就在飞机上消灭他们 如果在厕所里遇到他们 就把他们搞死在马桶上 而对于叛徒 普京的态度以着更加严厉 因为普京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人 他最看重的也是一个人的忠诚 但这次卡拉库洛夫叛逃后 无论是普京还是克里姆林宫 都没有任何表示 这也不禁让人怀疑 卡拉库洛夫会不会压根 就是西方情报部门的演员 或者干脆就是俄罗斯的一个无名小卒 所以俄方才没有反应呢 2023年4月 俄罗斯一名自称是普京身贴身保镖的人 在西方媒体露面 并且表示自己已经叛逃到西方 还带来了普京的爆料 对此 俄克里姆林宫干脆拒绝回应 只有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进行了回应 那么一向最痛恨内奸的俄罗斯 为什么干脆拒绝回应呢 佩斯科夫又回应了什么 佩斯科夫回应的最重要的内容 只有一点 那就是他强调了 俄罗斯联邦警卫局 和俄罗斯的总统行政机构 根本就是两个机构 所以 叛逃的卡拉库洛夫 其实根本就不是普京的身边人 既然如此的话 他所谓的爆料的可信程度 就已经非常低了 再加上他爆的料 其实非常无聊 根本不算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所以佩斯科夫的话也很简单 意思就是 这人根本就是个无名小卒 连总统身边人都算不上 根本没有接触普京的机会 再加上他说的话没什么营养 所以俄罗斯官方才反应冷淡 根本连出面解释的必要都没有 不过即便如此 卡拉库洛夫也是负责和总统 有关安保工作的 虽然他的等级没那么高 但同样可以对总统产生巨大影响 而整件事情都一点重重 很有可能是俄乌冲突期间 西方采用的舆论战核心理战 以此来扰乱俄罗斯的视听 当然 也有人怀疑 卡拉库洛夫是俄罗斯情报部门 打入西方的特工 所以说了许多北约不想听的 例如普京身体不错的梦望 而在俄乌冲突进行的如此激烈的今天 俄罗斯内部应该是严防各类叛徒的 在上普京本来就对叛徒深恶痛绝 俄罗斯目前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其实是很小 所以 这件事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这件事并不是说有什么实在 我当然是否也不知 我们现在就不会有什么实在 那些人的身体 就是却是什么实在